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交易腰斩房价却登顶 竹北还能买吗 专家这么说 根据东森房屋统计指出 竹北房市出现严重的价量背离现象 2022年买卖转移比数仅1941比 较前一年的3190比几乎腰斩 为统计以来历史新低 不过目前竹北平均房价高达每平38.2万元 再创新高 专家指出竹北房市价量虽然严重背离 但房市长线仍然看好 有购物需求的人可以进场 但建议自助为主 避免短线投资 竹北买系快速降温的主因总共有三点 第一点在全球桌减QE规模政府打草房升息的大环境下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买方出价趋于保守 但屋主仍有所坚持 买卖双方难有共识 交易量萎缩是买卖双方拉锯站下的必然结果 就是说卖方有卖方希望的价格 买方有买方的价格 那两个中间还差蛮远的 大家都知道了 不单单只是竹北的原因 这应该是全台的状况 第二点是科技建设的题材触涌下 不少屋主对于竹北后市发展相当的有信心 虽然目前房贷利率已经突破了2% 但与过去几十年相比 现在的利率仍然很低 屋主持有不动产的成本并不算高 因此不会轻易的降价求售 反而会更加的吸收 跟我们上一则新闻讲的一样 这边的建商因为土地太高 大家都不太敢买 不太敢开发 等于是总量有控制的话 它的价格长期来看 应该是乐观的 如果说开始慢慢有大量的开发出来的话 当然就比较不一定 不过目前看起来 因为有产业的支撑 即使是有一些地 但是建商买不下去 没有办法开发 或者说暂缓开发的状况下 我觉得总量控制成这样子的话 的确是会造成价格撑的状况 下一点是 目前竹北的房价 已经来到了历史的新高 甚至有预售案的成交价 跳上七字头 买方追价的意愿都不高 很多不堪房价众贺的购物民众 都逐渐转移到周边的竹南 头粪等地制产 你上到七字头 这个就买板桥就好了 而且我最近有听说 竹北一些案子 那个案子还没有推 也还没有开 目前市场上应该没有太多的消息曝录 但是我耳闻一些朋友在讲 靠近西区那边 一瓶要卖六字头 真的蛮高的 其实它不只是让大家往周遭拓出去了 也让价格往周遭拓出去了 人人都觉得 园区工程师的薪资永远高到爆表 但是我认为产业都会有上上下下 在买房还是要审慎的评估自己 是不是有能力在后续稳定的偿还 你不要抓太远 你先抓个三年五年 你是不是能够稳定去缴房贷 不然的话你这么高的单价下去 总价我相信不会很便宜 现在转移到竹南跟头粪 其实事实上在之前就蛮多 头粪跟竹南的案子 这礼拜感觉跟竹北有相关的新闻议题 还蛮多的 你有说过吗 竹北的反应比别人慢 所以他开始在反应了 只要有反应市场上面 新闻上面就会有消息 前阵子都是台南高雄的消息 因为他们反应很快 我们以上的这些新闻 应该有不少的购物组 都在期待竹北的房价会跌 竹北的房市交易量虽然有下降 但是区域的房价还看不到 大幅修正的空间 有几个原因 第一点是竹科发展很多年的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聚落 大量的知名厂商和科技人才 持续的进入竹科 带动区域居民的收入水平 以及消费能力 为区域的房市注入很强的支撑力 我是新竹人的话 看到这一点我真的是会很无言 假如生活在新竹 我不是在竹科工作 可是我却要承受它的效应 没有办法了 而且去新竹吃饭的时候 真的很夸张 就是随便吃都很贵 我真的吓到 我们知道的是 很多不是新竹在地的人 是外地的 他小朋友是读相关的科系 毕业的去TSMC面试 录取了 爸妈就觉得很光荣 所以我要帮他在新竹 先买一间房子 让他住 先不讲他进去的薪资怎么样 爸妈就已经觉得很光荣 我可以先帮他付个头期款 让他买在新竹 已经变成是一种荣耀感了 虽然说他薪水还没有领到 准备要入学上班那一天 预售屋已经先签下去了 这样子的状况 不只是在新竹 在外地可能很多的爸妈会觉得 我小孩在台积电上班 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不只是新竹 我认为其实在台中 台南跟高雄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关于房价 没有大幅度修正 还有一个原因 这原因其实老生常谈的 我们常常也在讲这个东西 就是平均地权条例 政府有体谅大家 不溯及既往 所以我们原本推断的卖压 并没有如期出现 现在不急着卖了 因为你就给我一条路 后面就一条 我随时要跑 随时可以跑 我就不急着跑了 所以就变成这个价格 没有在多头的市场上面 有被挤压的情况 的确 这也是我个人的痛点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在讲的时候 预测今年大概是 接近下半年是好的进场时间 没错 钱都准备了 而且我那时候讲说 不管是升息等等这些状况 会造成房市交易量下降 然后会让房市 进入到一个冷却的市场 我记得是去年的三月的时候 我讲的吗 唯一一个我讲错的 就是没有抛售潮 因为平均地权条例 它没有缩急既往 我当时在预测 有可能会有的抛售潮 那在这点上 我就的确被打脸了 我预期的诸多都有 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 在增加了抛售潮的话 那个房价就会明显下跌 而不是下修或盘整 但是去年在讲的时候 没有想到 去年实施是不缩急既往 这个我就落魁了 这也是我的痛点 那他们就是做了不缩急既往 怕说这缩急既往 会违反一些合约的原则 但在这点呢 我也讲 有个建商大佬 他也出来说 他认为政府做这件事情是错的 他认为应该缩急既往 才能真正打击到炒房客 听起来也是蛮正义的 希望政府去打击到炒房客 但也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我建商盖了 赚的不是我 你们炒房客 炒的贵贵的 都把你们赚去了 然后你们退场了以后 搞得我现在建商 我下一个案子推了 我推不动 上个案子我没有赚很多 都把你们赚 你们投入了什么 你就投入个50万100万 然后你赚那么多 我投入的是几亿资金 才赚那一点 结果我再给人家骂 我下一个案子还推不动 可能很不爽 以上这是我个人猜测 大家不要走心 所以不溯急既往这件事情 的确是让这一次房价 下修力道不够 如果说这个已经成为 既定的事实的话 这一次房价的盘整 大概能走到下修了 找不到下跌 甚至崩盘 包含我们之前讲的真的开始去克 ESG碳税的部分的话 我相信在成本上 建商一定会增加 先讲 你可能会天天很不高兴 你会想要嘴说 这么贵 怎么可能 谁要买 有可能没有人要买 没有错 所以可能建商在退案 会更谨慎 市场上的供应量 是不是又可能更少一点 有些人手上持有了 他是不是又掌握了某些资源 这个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恶性循环 但是你要建商他赔钱 不抓利润进去去赚 我想应该建商不会多 不要说你要做建商 先叫你去投资一家建设公司 比如说叫你投资个两三千万 然后五年之后呢 你还是原来的两三千万 因为我们希望让住的人都有地方住 我们不一定要赚钱 我问你 你会投资进去吗 没办法 大家都是要做你赚钱 对啊 你不会投资进去 那就换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上班薪水不领 假设我今天是做工艺 我想要帮忙老板 对 但是也有很多志工他还是有薪水的嘛 又不是说义工 义工毕竟是少数人 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有一些长辈啊 去帮帮忙找一点事做 但是大家都还是为了生活 要一个收入 我只是觉得可惜 这次力道不够啦 在今年大选选完之后 我相信政府还是会想办法去振兴经济啦 这个力道重还是轻 就大家自己去揣摩咯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防老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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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